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听说朋友有一个listing要上盘了 而这个盘就位于我们漂亮的本拿比市了 这个房间看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美景 这也是南本拿比的区域 我们这个位置在Metrotown的附近 有多近呢 大概就十几米过了街道 就是我们的Metrotown商场了 它是当地最著名的建商Polygon建造的 于2013年建造的一个四十几层的公寓 一共是两室两卧两卫 并且有一个车位 面积大概的790尺左右 我们今天就以这个房间为例 来教大家挑选一下县房 到底需要注意什么样的细节 跟我进去看看吧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进到屋子内部了 其实选房的第一点呢 就是要看它的格局 我们大家可以环视这个屋子一圈啊 这边的厨房 然后那边是主卧 然后我们现在正对的这一面 就是向南的客厅 外面我们可以看到超级漂亮的景色 因为这一面是南本拿比的独立屋区 也是我们说也可以算是富人区吧 因此它的这个改造的变动是很慢的 这个景色可以持续很久 然后另一边呢是我们的次卧 然后还有一个额外的卫生间 这种房型呢我们一般叫做 两室的最佳的配比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它有两个卫生间 不单单主卧内部可以供主人使用 而外面这个既可以给客人 也可以给次卧生活的人来使用 另外这个房间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左一右的这种二房的设计 大家生活中呢是互不打扰 因此不论你是 比如说朋友一起居住啊 或者是说家里有老人或有小孩呢 大家都很适合这类的房型 然后呢我们刚才在楼下呢 其实提到过这个位置 买房呢第一个是看结构 这是内部生活是否舒适 第二个呢就是看我们的这个周边的环境 刚才我们看到外面是这个很漂亮的一个社区中心 在温哥华这个城市呢 有很多很多社区中心 它承担着周边所有居民的日常生活 不论是老人年轻人 甚至是小朋友的一些日常的客外班都在那里 因此它就在我们这个楼的楼下 可以这么说吧 是你适合自住家庭的第一选择 刚才我们在下面也聊过了 就是说在大楼的北面 就是加拿大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商场 卖手套 在蔚来呢 这个地方开发的会更加的繁荣 所以说不论是逛街呀 还是是在这里工作 都是特别优质的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工作逛街 所有的满足在这个单位里都可以满足 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 然后呢今天既然是带大家来看房 那么我们一定要看一看细节 比如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的结构 第二个呢 在这种十年的房子里 我们要看的是保养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看一看主卧 主卧最重要的第一点是它的大小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在公寓里这个大小呢 是比较实用的 也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放一个比如说king size的床 而且呢这个主卧的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外面依然也有很好的景色 刚才我们可以都看到这本身是潮男的嘛 潮男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一种潮象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面是它的衣橱 衣橱呢 有两种 一个是这种 双的 一个是一个 就是说左右各一个 一个是大的那种 说实在的 我比较偏向于这种 因为它实用性更高 第一个男主和女主人呢 他们两个可以分别使用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是混在一起 也可以把不同衣服的 不同类型的衣服 来分开摆放 而且我们可以看看 里面的衣橱的大小 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主卧 主卧的浴室 主卧的浴室 我有个人的一个偏好 就是一定要有两个洗手池 两个洗手池的话 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不论是家人自己的使用啊 或者是摆放物品的多少 都是可以说是现在 最受欢迎的一个类型 同时我们刚才一直都在强调 这个保养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墙面 真的是很干净 这一个最开始我说 这是一个十年新的房 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相信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 可以用五年新的 这一个质量来评价它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橱柜 在内部没有任何的水渍 因为时间久了都会有水渍 多多少少的 但这个是完全没有 然后我们既然看完了主卧 我们可以去看看次卧 次卧的话呢 有很多人呢 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什么时候叫bedroom 什么时候叫做蛋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种有窗户 并且这边还有一个衣橱的 我们就可以叫做bedroom 有很多很多的房子 当你去看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没有衣橱的 只有一个窗户 那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叫做一个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很方正啊 方方正正的话 不论你是要摆办公桌 或摆一个小床 甚至很多很多这边的孩子 所喜欢那种双层的那种床 就是一半学习 一半生活的那个 这个屋子都是很实用的 同样这个南边的朝向的采光 景色 可以说住在这个屋子里 也十分的舒适 而且外面我们看到 有一个小的阳台 夏天的时候 在外面 欣赏一些风景 都是很赞 看看 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保养都很棒 我们可以看 尤其我教大家一个小 小重点 看townhouse也好 还是看这个公寓也好 你可以去看看它的踢脚线 还有呢 如果有地毯的 就是踢脚线和下面这个地毯的 相接的地方是否真的是很脏乱 如果是那个样子的话 就可以证明这个房子 在居住的过程中 不论是保养还是它的质量 都不是很好 而这个房子可以说 干干净净 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破损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 关于取暖的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电暖 电暖的话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加热很快 但是有很多女孩子呢 可能会需要注意一点 因为电暖的话 会造成室内的空气比较干燥 那么有一个小小的加湿器 可能会有更大的帮助 我们刚才这个次卧看完 我们再看一个次卧配的浴室 刚才说嘛 两卧两卧是最好的配比 就是因为次卧的居住的人 也可以在这里面 来进行日常的洗漱 而且这个好处就在于 它有自己的淋浴间 现在很多人呢 就说比较偏向淋浴嘛 很多人我们都已经不用浴缸了 这个样子刚刚好 而且我们可以看呢 我们可以往细节上看 第一个就是它的地面是否干净 有那种脏脏的 这个都完全清洁干净了 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看它旁边的这些缝 是否有这个 比如说密封的好啊 或者是有没有那种黑的颜色 这里都是没有的 比如说从每个细节 我们都看到这个屋子的保养很棒 而且呢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呢 就是它的这个淋浴的头 我们现在啊 我们没有开水测试 等大家有兴趣来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这个细节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同样呢 在这里还隐藏着这个屋子里的 洗漱和空干漆 这种设计呢 第一个节省空间 第二个 如果我们侧的这个次卧 没有人居住的话 那么它的噪音也不会影响到 这个在这里睡觉的人 好 我们今天呢 就已经把这个整个屋子的细节 都大概的看了一遍 那么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在这周的周六周日 下午一点半到四点 来到Open House 找到我们的Listening Agent 然后何生生先生 然后来参观这个房屋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和我 或者直接和何生生先生联系 谢谢大家